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Active Preventer這個 這個呢跟我們剛剛Debug Capture比較不一樣的就是 它除了全動式的這種直接錄下來的 也可以做影像式的 還可以做成測驗體 好 那它比較特別一點點 所以第一個 因為它只有簡體的中文嘛 所以可能您如果覺得說 看簡體中文不太習慣的 你可以換成英文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你把它執行之後從這邊 編輯裡面有一個環境設置 我看齁 沒有 應該是進去之後 開一個新的之後才會有 在這邊 在這裡 視窗裡面齁 有看到了吧 有英文的 其他這兩個我就不知道 不知道什麼語系齁 但是你按了之後呢 下次打開 要下次打開才會生效 好 這是第一個 如果你有那個語系的部分呢 可以從這邊做 那再來就是 因為它錄下來之後 會有自動幫你加上一些文字 如果你用的是影像式的 這個你可能 我這樣講 不太清楚對不對 所以呢 我現在直接錄給你看 錄給你看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它哪裡不一樣 好 我們做一個新的捕捉 好 你可以發現了 在我們這裡面 有沒有四種不一樣的 這個 就是我們剛剛錄的方法 反正都是影片嘛 沒什麼好講的 全都錄 再來呢 如果你是看網路電視 網路影片 想要把它當做什麼 網路錄影機的話 請用第二個 第二個它就直接串流式的嘛 就直接錄下來 第三個呢 這個就是自動的 也就是說它兩個都錄 那它因為有一個Auto 所以就自動幫你做判斷 好 它覺得需要錄的時候 錄影的時候 它就幫你錄影 如果不是需要錄影的 我就拍畫面 就拍畫面 那當然這個 有可能會判斷錯誤 對不對 所以說你也可以自己去強迫它 欸我要錄影的 還是我現在是要什麼 現在是要做這個全動式的錄影 這樣了解意思了嗎 好 等一下我們給各位看一下快速鍵 那下面這個呢 就是你很確定的 我只要抓畫面就好了 不用幫我做錄影 因為怕它判斷錯誤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 這兩個都可以 那我先用第三個方式 好不好 第三個方式 那你按了這個之後呢 你可以按一下這個編輯 預設 各位 這裡有一個 你們的預設指是沒有勾的 老師不用往前進 頭不用往前進 我都會自動放大 好 有沒有一個自動Pending Pending就是位移嘛 所以如果今天我錄的畫面 比較小一點 那我法屬一超過那個範圍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跟著平移 這樣你了解那個概念 所以預設指它是沒有勾的 所以如果您需要它會偏移的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勾起來 好 OK 那第二個呢 它有所謂的快速鍵 在這邊 它的快速鍵跟我們剛剛的 有一點點不一樣 好一點點不一樣 一樣 如果是全動式都是F9 F10 好 但是如果你是 我就強迫它 這個畫面我要抓 那叫做什麼 Print screen 所以它的 暫停鍵盤上的Pose 請問一下鍵盤上的Pose在哪裡 平常大家比較少用到這個鍵了 你要先找到喔 有沒有一個叫Print screen 它的旁邊 有看到了喔 End應該沒問題啦 Home跟End嘛 這樣知道 知道你剛剛為什麼不能停了嗎 因為按錯鍵 按錯鍵 好 OK啦 那麼 它一樣滑鼠會加這個 光標 不管了喔 不是那個成光標 好 注釋呢 它會自動加一些東西進來 那我直接錄給你看 好 好 我就給它一個新的 好 那利用這個呢 好你看它問我們的 欸 我要抓的是全螢幕還是特定區有沒有 我還是先抓全螢幕好的 先抓全螢幕這樣各位看比較容易看 好 那預設呢 這個浮動工具並沒有開起來 浮動工具就是右下角這個 如果你比較在意說 我現在到底錄了多長 是不是我錄影的狀態是怎麼樣 這個你可以打工 好 你如果比較在意的話 那如果不在意那就沒差 關掉就不影響 他會把它錄進去 蛤 這個會錄進去 當然不會啊 這個會浮在那個你錄影的外面啊 很好的問題 你看得到而已 當然如果你廣播是自己的電腦螢幕 那當然別人也看得到 好 好 所以如果你覺得我現在錄的是上課的這個過程 我們就不要勾起來 嘿 這樣別人就不會看到 好 我們就把它勾起來 好 那麼現在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這樣對不對 我找一個我們剛剛沒有講的 這樣我們在這邊 Google找圖的技巧 大家會吧 可以用拖曳的啊 這個我好 我也有講過好幾次 講一下吧 講一下吧 這個個人巧妙不同 個人巧妙不同 我順便講一個地方好不好 因為我的那個部落我還沒介紹嘛 我的YouTube還沒介紹嘛 我沒有忘記啦 只是還在找機會插插進去這樣 好我們先看一下 來 您到這個 Google也好 或那個都沒關係 來 您直接打我的那個 這個關鍵字就好了 我有買 我有買Google關鍵字 哈哈哈 應該還蠻好找的啦 好您找到之後呢 這裡有兩個 主要有兩個 反正你看到電腦內都是我的啦 這個是我之前的 雅虎的部落格 可是因為雅虎現在實在是不好用 他部落格不能做全文檢索的 就 不好用 所以我就換到Google的 好所以您找到這個學習網這邊 點進來 好 您可以看到在這邊 有那個 免費軟體下載有沒有 好您可以找到這邊 那麼我在上面呢 就把我們今天所介紹所有軟體 都有放在上面 只是我會整理的更多一點 我會像這樣分門別類整理好 你可以選擇是整個類別抓下來 也可以就是點進去之後再抓 所以你連過來之後會長得像這樣 這個在Windows8裡面叫動態專 如果說 影像處理類假設這個你要 你可以在這邊勾一下有沒有 勾一下那是這整類下載 那如果你是要像我們剛剛的這個 呃 簡報互動篇你可以點進來 好假設你只要那個 叫做螢幕放大的 我們Point of View這個勾起來 然後這裡就有一個下載 好 只是如果你下載檔案比較大的時候 他會要求你要登入 微軟的那個MSN帳號 或者是Windows Live的帳號 才能夠下載這樣子 這是他的缺點 好 雖然我們知道MSN不行了嘛 但是那個帳號還可以繼續用 哈哈哈哈 好這個是 這樣大概了解了 那麼 呃 如果說您要看我的那個 影 YouTube影片的話 在這邊 有個教學頻道 那您進來 預設的地方 會再播放清單 也就是說我們每一個演習 因為影片會有很多個嘛 所以我會 在上面都有寫 好 我就把它放大一點 這樣 有沒有 我在這邊有寫 所以你點進去之後 你可以再去看哪一個 你要看哪一個 因為 如果你用直接搜尋了 老實講 比較不好找 因為 都會混在一起 他的那個 清單的部分 所以我把它整理好了 嘿 那麼 再來的話呢 如果您想要看到 因為我們大概 我是怕沒時間講 就是有個延期地圖 如果您想要看到 我的足跡的話 我們就走過這些地方而已 就很好玩 就是地圖 你也可以客製化 當然這個在研究上 也可以很好用 教學上也可以很好用 不是只有玩 玩是其中一個方法 這個是公開的 你也可以用不公開的 我出去玩的我不公開 對不對 我這教學我才公開 OK吧 這樣大概了解那個意思了 所以有時間的話 我們再看 再看這個 那您看我們剛剛是不是看了一堆了 對不對 好 我現在就把這個停下來 好 我把 欸 停下來哪個快速鍵啊 哈哈 停下來耶 不知道 趕快用這個就好了 AND 鍵盤上的AND 如果你要停下來就AND 好 有沒有抓進來了 這個 您先看左邊 如果您曾經用過Flash的話 有沒有 好像有點類似的感覺有沒有 如果您曾經用過簡報的話 有沒有有點類似的感覺 哈哈 它事實上就是整合的 那它的好處在於什麼 我們剛剛那種權動式 最大的缺點就是 老師剛開始錄的時候 我剛開始錄也一樣 一定會吃螺絲 哈哈 一定的啊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時候吃螺絲 請問該怎麼辦 剪掉嗎 哈哈 好可怕 哈哈 剪掉 直接剪掉 好 但是你是要再做剪接 對不對 比較麻煩嘛 其實事實上那個 Video Capture 就Debug的他們公司 你在 如果你用安裝的 它會有好幾個軟體給你選 好 但是其他軟體都是付費的 包括剪接軟體 但是我就沒有用它啦 那 如果說萬一你需要剪接的 你也可以用這一套把Debug Capture 錄下來的影片 匯進來之後再做剪接 也可以 好 那但是呢這樣還是麻煩嘛 因為畢竟是影片 總是比較大一點 欸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 假設是這一種 或者有些時候 不只是吃螺絲喔 講的順序講錯了 哇 請問這樣有大條嗎 沒有 事情比較大條 欸 你怎麼有那麼多時間後製 老師 同學應該現在都很忙啊 每個都低著頭啊 沒什麼時間 吃飯了 大家同學聚會 好開始 哈哈 因為在手機上面 跟另外的一群人在聊天 哈哈 然後等到跟那群聊天 啊就在跟這群人在聊天 所以現在大家 參加聚會都很安靜 哈哈 不是這樣嗎 哈哈 因為沒什麼話好講嘛 可是到別的地方 啊我會想到 我想要跟你講什麼 哈哈 那 這個呢 他的好處就是 如果你用右手邊的 就等於是做簡報嘛 所以萬一順序講錯了 怎麼樣 方便吧 對不對 這樣你了解意思了嗎 好 那實際上呢 您從這邊來看 我剛剛裡面 應該都是只有抓畫面 哎呦呦 這裡 有抓影片了 有沒有發現這兩個 哪裡不一樣 這樣你知道嗎 我剛剛都沒有強迫他嘛 都是他自動判斷的 因為自動判斷最主要是判斷哪裡 有沒有拖曳 欸有拖曳的拍畫面要怎麼拍 你總不能拖的時候拍一下 然後拖完 這樣很奇怪 哈哈哈哈 就是你拖曳完又拍一張 這中間過程就沒有了 對不對 所以拖曳的就是全動式的 然後把你的過程錄下來 好 那 如果是這一種的 你看喔 滑鼠 有沒有在這裡 有沒有 這裡有一顆滑鼠對不對 你還可以自己動喔 因為他是拍畫面 那你滑鼠移動就用模擬的啊 對不對 對 總是要讓你比較清零實境的感覺嘛 那我們 先直接給你看一下 到底錄下來之後變成什麼 好不好 我先把它輸出成影片 老實講 我剛剛不要講那麼多話的 呵呵呵 不管這個輸出要一點點時間 想問一下 那些slide的順序 他去變動的話 他的video 你會順序會跟著變動嗎 因為每個video是獨立的 就是每個那個slide的video是獨立的 所以沒有差 所以裡面的聲音剪接OK了齁 對對對對 不會把它切到一半 不會不會不會 嘿 但是最好啦 最好 如果老師比較在意這個的話 您最好是用強迫的 就是說我今天要拍的時候 我就按print screen 那我可以很確定我這個一定斷得很準 因為怕他有時候自動的沒有抓到那個 您的那個keyword在哪裡 嘿嘿嘿 好那 字幕 當然可以啊 自己可以加 可以的 這裡有字 有沒有 直接 看得清楚了齁 那我現在就把它輸出 事實上他的輸出可以很多 變成圖片也可以變flash 有沒有 嘿那我現在就變成影片喔 好 這個 基本上他裡面就沒有那個h.264 所以一般來說如果你是錄影片的話 他檔案就會比我們剛剛debug capsule大一點 就會大一些 但是還在可接受範圍啦 總是比其他軟體來的小很多齁 那我就選擇這個 好OK 可是這個要一點點時間 所以我先把畫面還給你 你先自己測一下 好不好 來 好 各位剛剛有聽到那個動一聲吧 平常我是都會開啦 確認一下有沒有那個 但是這個聲音也會錄進去喔 這樣了解齁 如果你很在意這個聲音的話 你可以在設定的時候把那個關掉 好 那我現在已經輸出完成了 我們先打開這個資料夾 好 有看到他對不對 MP4的 那沒關係直接打開 各位有沒有發現他加什麼東西進來 有發現什麼東西的嗎 除了游標有一個黃黃的 有沒有加上自動加上一些東西 所以當初Adobe推出那Captive的時候 大家蠻驚訝的 喔原來 如果這樣的話 欸我在整個那個畫面上 好像會比較清楚喔 因為下一個要點哪裡 他都已經幫你寫好了嘛 對不對 那這個也可以做測驗 如果你點的順序跟我不對 你就完了 就要扣分 當然我覺得大學裡面比較少用到這個 就是這種測驗的應該比較少吧 比較 除非可能老師國後文啊 或是什麼那種 英語啊美語的部分 你需要 做一些比較Match的那種測驗的 不然 大多數應該 以錄影為主 加上這樣的說明 應該還蠻好找的啦 好 你看我點哪裡 是不是那都先準備好了 這裡有兩個 主要有兩個 不過你可以發現他聲音會有稍微斷掉 為什麼 因為他每一個時代是不同的聲音 之前的雅霧的部落格 可是因為雅霧現在是不同的 不同的那個 他部落格不能做什麼 會差一點點 好 所以我就換到 我就換到部口 所以您找到這個水 提往這邊 其實因為我在錄的時候 我搭配那個Runit 我在用Runit的時候 他聲音會斷掉 有發現嗎 有發現嗎 所以如果你一定要用這個的話 你Runit就不見得要用 你可以去找到那個原因去改進一下 好 這樣我就不用解釋太多 什麼叫群動式影像式的 看就知道了 好 現在呢 你可以發現我們剛剛錄一段 14分鐘 有沒有也是這樣 還是借在什麼 2MB左右嗎 1分鐘到2MB左右 還算可以接受的範圍 所以你看我們今天 3個小時下來 你覺得大概會多長 雖然離 結束還有15分鐘 你可以自動加總 哈哈哈哈 對不對 再加15分鐘 也差不多在20幾MB吧 給你30 所以呢 我們今天上完 預估啦 預估 大概是這樣子 100多 100多 可接受吧 數位學習平台 應該也可以放這些檔案嘛 對啊 就算你要傳到YouTube 也很簡單 速度很快啊 不會太慢 絕對比你傳2G的快 哈哈哈哈 這差了幾十倍 所以這個部分呢 給各位參考看看 好不好 你可以先轉出來 那等一下我們再跟你介紹其他的方法 那等一下我們再跟你介紹其他的方法 還有就是他中間可能有些要修正的地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訂閱 我們 agrade низ了